一箱箱95扒酒精搬出貨櫃台南觀田 這間酒廠現場幾十箱高濃度酒精 預備要鋪貨在展售中心的賣價上 但為了讓大家都買得到 酒廠公告一人限購兩瓶 買了兩瓶 我們早期在他要出國 叫我來這裡買房子 果然一開門就有指定買 要用酒精的顧客上門 而酒廠業者也請員工加班 應付人潮 多人班加工 一般又有加班來生產 同樣趕工加班的 還有台南安定這家無患子工廠 員工趕工包裝乾洗手液 但只夠供給年前下訂單的賣場通路 因此工廠又趕工推出 噴霧型的無患子乾洗手 過年後開工原料 第一批原料已經進場 所以目前是預計 二月中能夠穩定的提供第一批貨 我們是預估手上的手批原料 可以生產像這樣的乾洗手 噴霧大概約五萬瓶左右 防疫相關用品難買的程度 如果從藥局內貨架上的狀況就知道 空到那一片一瓶不剩 也順勢帶動消毒液 噴霧器的業績升一好兩倍 業者天天忙著把消毒液 一桶一桶搬進搬出 持續增加這樣 也是大家都會害怕 武漢肺炎疫情升溫 除了口罩難買 酒精消毒液有錢恐怕也一筆難求 接著台南綜合報導